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负责这次实习生计划的总导师是张龙耀博士 自驾车上路它必须包含了在法规面 在环境面 在生活面 在应用面 其实它是有非常不同领域的这些同学需要加入 自驾车的考试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呢 眼前有点像是座小型城市 又有点像是超大型驾训场地的 就是台湾自驾测试实验室 考验自驾车的场域 这个封闭的测试环境 让业界或学研单位 能安全地验证自驾车相关的各种技术 测试场内设置了13种道路设施 以及行人 自行车 车辆等软式测试目标物 让研究单位能针对实验需求进行路况模拟 自驾车在测试场里会遭遇到各种现实可能会遇到的状况 例如 辨别交通耗制 应付复杂的车流 突如其来的机车骑士等等 层层关卡考验着自驾车的应变能力 关卡之所以要这样设计 当然不是在刁难自驾车 未来的智慧交通系统里 每一辆汽车都要维持联网 不论是及时路况讯息 救护车通讯 还是交通号制等基础设施讯号 所有资讯都和车辆串联与沟通 可以有效地避免意外 塞车或其他交通阻碍 如果自驾车只能使用传统的GPS卫星定位 进入隧道或是有遮蔽物的地方 就会失去讯号 动弹不得 当然行不通 在这种情况下 5G设备技术能否持续稳定的传送与接收讯号 就变成自驾车的必要能力了 感谢观看